其實我一張都沒有賣 其實我們公司在開公司 我們也不是要去炒股票 新宇航空股價先前一週內 從19元飆到50.5元 隨後又一度重挫暴跌 後續也傳出股民組自救會等問題 新宇董事長張國偉 週三出席活動時首度回應事件 股票本來就是一個投資的東西 當然我覺得每個人都應該量力而為 其實股價太高對我們爭執是不好的 因為我們可能會失去很多 potential的投資者 因為炒那麼高人家也不會怕 所以基本上我沒有高興 而釋放航空業逐步復甦之際 新宇航空攜手玉山銀行萬事打卡 週三共同推出航空聯名卡 針對目標發卡量 玉山銀表示十分看好 我們是非常非常的看好 那有關於目標的部分 我想目標不重要 實際上做出來才重要 當然我想現在這個時機 看起來也是非常的合適 因為剛好也 印到這個疫情已經復甦的 這個條件 那也因應現在國人 大量的出國的旅遊潮 因應台灣出國旅遊潮 航空業者陸續恢復或增加新航線 新宇將在4月26號首飛北美洛杉磯 新宇公關長聶國為說 接下來東北亞 東南亞都可能再開闢新航點 旗下員工也來到了2700人 較去年同期增加一倍 新唐人亞太電視 胡宗翰 曾新銘 台灣 台北報導 再見囉